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 报告站起来 后甲板人员就位 2009年 詹春沛考入上海海事大学 2013年大学毕业后 她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 报考了上海海事局 按惯例 女性是不用杨帆出海的 可这位来自西施故里浙江珠基的姑娘 却不愿当病西施 而是想当一名竹梦深蓝的海上花木蓝 收 2014年3月8号 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 詹春沛主动请英 参与失联客机海上搜寻任务 搜索区域处于南印度洋 咆哮西风带 长年风急浪高 第一次出海的詹春沛 饱受晕船困扰 第一天就吐了十次左右 因为害怕被砍回去 晕船的时候 他总会悄悄躲起来 我们这个职业的话八个字 一丝希望百倍努力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多做的一丝努力的话 你就会来一个人 哪怕一个人也好 马航苏救任务历时216天 航程22371海里 詹春沛也渐渐从一名晕船的新手 成长为战风逗浪的 海上花木兰 2018年1月6号二十时许 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 伊朗籍一艘载了约11.4万吨宁西油 即天然汽油的桑吉伦 与香港籍货轮长风水晶轮 发生碰撞 导致桑吉伦起火爆燃 32名船员下落不明 詹春沛随海巡01轮 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报告四处中心 海巡02人抵达现场 已经接过现场直播船 海巡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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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空飞机到达现场 海巡01海巡01海巡 01 东海巡坐到达现场 海巡01海巡东央海巡东央上海打楼机到现场 整个现场最明显的就是冲天的浓烟 人可能 就救不到了 海巡01轮作为现场指挥船 协调中外各方救助力量 但桑吉伦11万吨宁溪油 在海上燃起熊熊大火 现场救助船顶住恶劣天气 坚持在现场 台展人命搜救 和海上消防轻无工作 桑吉 他不一样 就是 他那条船就在我们对面 然后可能一条船上 所有的人就在那个里面 但是我们就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着火 没有办法 靠得太近 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 再找出来 就不管 一条船它的资产是多少 但是 我们出去的话 最大的意义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救到更多的人 向左 零点号 向左零点号 1月13号 上海打捞局专业救助船 申前号的四名 佩戴空气呼吸器的搜救人员 通过掉币冒险登上桑吉伦 最终找到两具遇难船员遗体和黑匣子 第二天16时45分 桑吉伦 暴然沉默 这个我们又花了几个月 申前号 用水下机器人 包括鲜水 把那个2000吨的燃油 从水里给抽出来 在桑吉伦沉默后 外国专家曾预言 此次事件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灾难 海巡灵一轮及相关海事人员 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海面油污清除工作 打破了外国专家的预言 从1月份到8月份 这个救助船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冬天的寒潮 天天的低气压 下降的台风 桑吉伦的处置应该算是比较 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如今 詹春沛是我国交通海事系统 第一位无线航区女驾驶员 也就是说 她有能力在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航行 近年来 詹春沛先后参与了包括马航客机搜救 南海岛礁建设 桑吉伦事件等海上重大任务二时期 航程累计可绕地球四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